至于慈祭在缅甸陆续完成了稻种和肥料发放行动 三个多月下来原本是黑黄的烂泥变成了绿油油的稻田 这个过程很多缅甸居民都见证到了 而赈灾团住宿的地方英雅湖酒店 这里许多员工也都跟着慈祭志工来做过发放 并且走入村庄进行家访关怀 虽然如此他们对于慈祭仍然存在有许多的好奇心 因此留守在缅甸的志工特别举办了一场感恩茶会 向这里的员工正式的介绍慈祭 要认识慈祭必须先认识正言上人 这场感恩茶会就从Discovery台湾人物制介绍的正言法师开始 翻译之工在一旁跟着电视逐字翻译 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得懂 一家人的手语表演已经让员工相当熟练 这首歌不只拉近慈祭和缅甸的距离 歌词的内容更传达了慈祭爱人就如同爱自己家人的理念 由于很多员工看到慈祭之工早出晚归都感到非常的好奇 他们跟着慈祭人一起参与肥料发放 一起进行家访 在这场感恩会中又透过了影片更加了解慈祭 原来住在这里的蓝天白云是这样有爱心的团体 慈祭症灾团 蓝景飞 坤屁 连电报导